这两天我的学员还在问我 庞老师 我站桩的时候 重心是要放在脚前掌 还是放在脚后跟 前两天我放在脚后跟疼了 然后我跟他说 你这两个思维都是错的 只要把你的重心 放在一个固定点 你就是大错特错 永远没跟 站桩的重心 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假如让洞哥侧面面对我 我们先从站桩来开始 无论是你把重心 放在你的脚后跟 还是脚前掌 假如你放在脚后跟 我摸到他的重心 一推他就站不稳 对不对 假如他放在脚前掌 我摸到他的重心 一拉他也站不稳 所以无论是你 把重心放在脚前掌 还是脚后跟 你只要有一个固定的点 对方总会感觉到你的重心 然后导致你站立不稳 是不是 这是第一 你做不到立身中正 第二项三提示 无论是你把重心 放在前腿 还是放在后腿 放在后腿 我摸到你的重心了 我再加一点劲 你就走了 放在前腿更不行 一拉你就倒了 对不对 所以无论你把重心 放在哪个腿上 都是不对的 在练拳过程中也是 只要你把自己的重心 放在某一个固定点上 你就是像人家 薛天前辈所说的 拳谱 叫身如甘利 一跌扑 对方摸到你的重心 就能把你推倒 你站不稳 你练一辈子 全都没有根 所以大家反思一下 自己有没有犯这样的错误 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想 我练这个拳 我的重心要在左腿 练那个拳 我的重心要在右腿 你始终就想把它 放在一个固定的点上 然后人家一推 你就站不住 因为它一定会作用 就到你那个点上 而真正练拳的重心是什么 无论是从站桩 还是从练拳 你都要培养一个正确的观念 你的重心是变化的 例如我让人从背后推这个视频 对方在推我的过程中 我在旋转身体 一会重心在左腿 一会重心在右腿 让对方摸不到我的重心 而且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 一会在脚前掌 一会在脚后跟 你的重心就像水一样 在不同的流动 站桩的过程中 要大动不如小动 小动不如如动 虽然是个静止状态 这个蠕动就是在变化着 你身体的各个地方的重心 在微调你的重心 通过这种训练方式 训练你调整重心的能力 人家在实战中 就摸不到你的重心 你就能做到 川普中所谓的 力无平准 活死车轮 但是大家想想 是不是99% 甚至99.9的人 站桩都在思考 我的重心要放在哪个腿上 放在脚前掌 还是脚后跟 你这是根本性的 方向性的错误 你只要是这样想 你的重心就是固定的 对方一碰你就站不稳 你就永远没跟 你练一辈子 你就是个木头 我们还整天在讨论 为什么传统武术不进步 你没法进步 太多人都背道而驰了